因此 祭奠死人的酒 应该这么进才对 是 钟佐指教的集市 是我刚才没有注意到 应有的理解 这次回归的藤原郡 变化很大呀 藤原少佐 您这次是上了战场了吗 是的 有幸成为多田郡司令官的部下 亲临了华北战场一线 跟中国军队打了几场 以军功升为少佐 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 有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的确如中佐所说的那样 不堪一击 但我们此次在华北战场 更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军队 我同意藤原少佐的话 共产党的确是顽固不化 共产党难以对付 是由于他们的团结 以及对于抗战的卓绝态度 我想只要我们诸位精诚团结 帮助大佐顺利完成统计划的实施 成功诱降重庆政府 那么共产党将孤母难知 必然灭亡 来 我们喝酒 来 我们喝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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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韦景君 钢齐君 请二位先行一步 我有些话想对钟座讲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困带 告辞 请慢走 滕元军 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 都是些私人的话语 两个人说比较好 请赐教 是吗 今日的晚宴 钟左似乎不太愉快 我一向不大喜欢中国的饭菜 是这个样子 下次一定注意 滕元军应该知道我的喜好吧 你是故意的 钟左 您误会了 请放宽心 我对钟左绝没有任何的意见 你不是一直认为 把你误作为奸细 完全是我的责任吗 不敢 这的确是公事公办 假如有一天情报刺客 又出现了内奸 大左让我来调查此事 或许 我也会误认为钟左是内奸 果然一直在等着机会报复我 这正是钟左对我的误会之处 也正是我想要跟钟左沟通的地方 实不相瞒 我此番回来 是受军部的指败 协助大左完成同计划 我希望我们能够摒记前线 祝大左顺利完成任务 杠 wł振 杠 wł振 我 你不认为虽然 你怎么办 你是不认为 你们膠胜 对准共产党吗 我该怎么回答你呢 我觉得所有的人和事 都会经过改变 比如汪精卫 汪精卫 对 他曾经也是 反清的爱国义士 汪精卫是汪精卫 他代表不了任何人 但是我相信 戴笠领导的军统 一定会死硬坚持到底的 那如果重庆政府 真的接受了我们的右翔呢 戴笠和他的军统 又会何去何从 这次滕渊君的归来 又一次给我们 印证了一个道理 他曾经 被我们认定是内奸 可实际上他却不是 是我们当时忘下了定了 通过时间的推移 我们才得到正确的答案 这个道理就是 在正确的答案来临之前 我们最好都不要轻举妄动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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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现在这身体 已经好了 我随时可以加入战斗 老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行动 取消了 怎么就 安逸 快坐 快坐 怎么办 就取消了 没事没事 老王 是不是因为我取消的 因为我呀 这与你无关 要你参加这次和谈 是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 采取的最危险的办法 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日本人 已经滚出了香港 和谈的台子搭不起来了 真的 好 太好了 我和组织上已经沟通过了 我们一致认为 应该把你送到后方去 让你把身体彻底地调理好 老王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 到哪儿都一样呢 老杰 通过这次行动 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 为了你自己 更是为了组织 回到后方 把身体调理好 因为还有更多的战斗 在等着你 怎么了 老王 老王 那我这一走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们 你这还没走 就想着回来的事了 老王 老王 我 放心 是不是 有一个人 幸福 不是 你这就不想着 你这就不想着 di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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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拿好啊 老王 一会把办公室的椅子也搬上 快点 一找你干活你就默默自己 快快 安娜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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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安娜 是我呀 天亮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走 现在情况很复杂 日本军部派人去搞定了 英国人那边 而派来的人 就是已经死了的 藤原忠司 藤原忠司 这怎么可能 而且日本军部还命令他 一定要促成 金金武夫的和谈 就连金金武夫需要的证明 都是他亲自带来的 那就是说 和谈还要继续 以目前的情形看 是这样的 糟了 怎么了 本来以为和谈就此结束 老王和组织上 安排金银回后方养病了 我把他安排到公司的货船上 现在人已经上了船 不知道开了没有 我得过去看看 好 这是我们在香港的新地址 安娜 多加小心 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小心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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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停车 小言嘞 小言 金言 小言 金言 你没有上船啊 我决定留下来 不走了 你知道吗 和谈还没有结束 你的任务也没有结束 我们回去说 好 走 重庆方面情况怎么样 属下去了洋行附近 没有发现曾平的人 强化新业公司 也没什么动静 我遵 其余的地方也都找过了 都没有 大佐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曾平的住处 何不直接登门拜访 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有可能被英国人再次盯上 腾元 说是你的看法 洋行被撤 对双方冲击都很大 重庆方面同样需要时间 去判断这个事件 我们只需要向对方 传递一个信息 我们并没有离开 仍然还留在香港 腾元你的意思是 就这么等着 你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已经经不起 任何时间的损耗了 如果过于强势和主动 反而会使对方多虑 大佐 只需要向对方表达 您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对时局的变化 对方自然明白 何谈 并没有受到影响 腾元军说得有些道理 那你 就跑一趟强华星夜公司 是 现在能在公开场合下 出现的只有吴阿娜 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 好 下去吧 是 是 是 何谈 你把我们的借荷 都还会随着 要高兴 也要是 在这边就还要 用大防部数损 什么呀 好 给你 你把我们捏据 提前的 有机会 可以 没有 知道了伟人状的线索 不过更重要的是 阿娜 你还要再去接触曾平 取得她的信任 让她意识到 没有你不行 谢谢小姐 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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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回来了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是下午要出库的货单 需要您签个字 好 还有 就是上次您收的 那笔违款 财务部已经收到了 他会去找您 亲自向您汇报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走了 警察部 请问 是吴安娜 吴小姐吗 对 是我 在下藤原 藤原中寺 想请吴小姐 给曾先生带个话 您请说 一切安好 再行联络 知道了 告辞 吴小姐 先生今天回来 他想见你 走 我来拿上去吧 您回来了 沈啸 我来拿上去吧 我来拿下来 说说吧 我和牧村平泰 是在宗驴戏餐厅 被英国人抓住的 说是查到了 牧村平泰的间谍身份 怎么查到的 说是伪造通行证 进出管辖区 之前你说牧村平泰 在别墅周围出现 我有没有让你查查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我一直以为 他是跟踪我才找到这儿来的 那你就该多动动脑子 想想为什么 孙先生 先生 吴小姐到了 让他等着 是 他就算是跟踪 他也得有本事 躲过英国人的少抢 是我疏忽了 可是 吴安娜那天 要是把牧村平泰也给保释出来 不让他和英国人接触那么久 那东非洋行就不会被暴露 日本人也不会被驱逐出境了 你以为英国人能从牧村平泰嘴里 问出些什么吗 如果英国人要是能从日本人嘴里 问出什么线索 那欧洲的仗 他早打赢了 我还是不明白 东非洋行被撤 那只能怪日本人办事疏漏 是因为伪造通行证露出了马脚 才让英国人有所发现 要说吴安娜保你 那可真是一招险棋呀 先生师叔 英国人怀疑我跟牧村平泰的关系 如果当时吴安娜要是动手保了牧村平泰 英国人就是再纯 也会顺着你们查到这里来 然后动点心思查一查翻一翻 先这里在公司再到重庆 这一层接一层的 你现在才明白 这后果有多严重了吗 那现在 日本人已经被驱逐出境了 这个金警武夫 不是一直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现在我倒要看看 他用什么方法再回到香港 叫吴安娜进来 是 先生让你上去 好 吴小姐来了 先生 先生召见我 我自然不敢怠慢 同时我给先生带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是吗 来 坐下说 好 说吧 说吧 金警武夫在香港 他给先生带了句话 他说什么 一切安好 再行联络 吴小姐 想必那个叫牧村平泰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吧 这年头 间谍都快比正常人多了 更何况东非洋行 这么个日本机构 出几个商业间谍 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 我是不想让公司和先生 受太多牵连 徐小姐只是吃了顿不该吃的饭 听了不该听的话 不应该受这么多罪 突然间 我又不想让吴小姐走了 是吗 如此精明能干的人 从我身边走了 我想我会后悔的 吴小姐是不是觉得 我特别善变呢 我都已经开始展望去 上海后的大好前程了 正如先生说的 伤界心心啊 去留前程 吴小姐自己做主 我尊重你的决定 请容我再考虑一下 好啊 就在这里考虑 明天咱就做决定 沈翔 先生 给吴小姐安排房间 是 那我先去了 好 我来不知 也要不知 对 红权 说完 那我记得有了 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 让你一个人去应付日本人 你有把握吗 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 上来睡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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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小姐 曾先生请您去一趟 这边 先生 吴小姐来了 坐 谢谢 请先生吩咐 吴小姐关于去留的问题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 可现在又想让我留下来 我实在是不知道先生的用意 吴小姐是个聪明的女人 不会不知道的 那恕我都胆问一句 先生想让我留下来 是因为先生觉得我还有用 很坦率 这也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我猜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 恐怕是因为徐小姐吧 徐小姐自认为跟日本人临路上了 往后的生意就可以不需要我了 徐小姐太低估做生意这件事了 如果生意都那么好做的话 那大家不都发财了吗 吴小姐能做到今天的这一步 完全靠的是你个人的能力 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 之前我有点考虑欠缺啊 还请吴小姐不要介意 先生您千万别这么说 自从跟随了先生 我可是获得了太多的实惠 这几个月的收入 远远超过了之前在上海好几年的 这一切都是拜先生所赐 好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一定不是个坏人 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吧 好 好 孙教昨天 主任偷看 对 老王 好 怎么样 曾萍主动提出让我留在香港 可是这个人太多遍了 我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 那伟人状呢 就在曾萍的书房里 我看到了印着国防部 答应的档案袋 可是如果要动手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现在形势太厉俊了 现在双方 随时都有可能见面 我们必须尽快把伟人状拍下来 才能照着样子去仿制 可我们这么做 无疑是糊口拔牙呀 感谢观看 是白蚁 有办法了 是白蚁 邵总 什么事情这么匆匆忙忙的 小泽的母亲病逝了 什么时候的消息 这是军部刚转的电报 小泽姑娘知道吗 小泽姑娘暂时还不知情 你是准备把这封电报 直接交给小泽姑娘 我们接到这封电报都很震惊 不敢直接给小泽姑娘 我们商量着先给大佐 毕竟小泽的母亲 是大佐的亲妹妹 可是咱们情报四刻 刚刚遭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 大佐的心情十分糟糕 如果这个时候 让他知道这么沉痛的消息 未免太过于残酷 那该怎么办 这样吧 这封电报先交给我 毕竟是一封家书 我找合适的机会交给大佐 非常感谢 好 等等 少佐 还有什么吩咐 电报的事情 先不要让小泽姑娘知道 是 一切听少佐安排 好 我用来 这是一切听少佐安排 我已经是一切听少佐安排 我就没听少佐安排 有什么事呀 家乡传来一个 不幸的消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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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雯 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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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張澤強我給找出來了 您看 这三个人虽然人名都不同 但是照片都是同一个人 是大成 对 是大成 我也和银行那边核实过了 是大成用张泽强这个名字 在银行取得钱 吴经理 大成只是个司机 他从公司拿走那么多钱 您知道吗 这事不要跟别人说 你先去吧 听说上回赌马可赢了不少钱哪 都是小钱没什么 赌马这口我是赚家呀 以后有什么内部消息可得告诉我们 行行行 张泽成 到 到 吴小姐 你是在叫我吗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吴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自己看看 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是 你一个人 为什么会在公司 有三分不同的档案 这是先生安排的 先生安排的 先生说已被不实之虚 这事你就别多问了 好吧 送我到先生那儿去一趟 没有先生的命令 您是不能随便去的 您是不能随便去的 他也要想不随便去的 那些人 他还是不随便去的 他也想不随便去的 他也想不随便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处 竟然开出玫瑰 三十个军争戒备 你这几乎我未用痴扯 再捍卫 把手心的烂版捏碎 把冒烟生压到清美的 天边烟烟的惊雷 看一怕再寻寻苦味 却只是无能滋味 万一处 竟然开出玫瑰 万一处 竟然开出玫瑰 喂 景君 有什么想对我解释的吗 唐燕少总 你带着人深夜闯进大佐的办公室 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解释 我该为你喝彩啊 维景君在中国学习到很多东西 贼喊 捉贼 是这样讲吧 是这样讲吧